2012年东尼奖最佳音乐剧《Once,爱时唯一》 2024年8月17即18日将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演出全新制作版 由去年福以音乐剧《奥克拉河马》 拿下奥利弗奖最佳音乐剧男演员的亚瑟·达威尔·阿弗·德尔·德·威尔 与曾演出英剧《小镇宜云》的妻子伊内斯·德克拉克·伊内斯·德·克克饰演男女主角 在全台首演记者会上 二人完美演绎主题曲《Fallin' Slowly》 并且透露夫妻俩在家也会一起排练 他们一开口就让大家觉得都在恋爱了 台中国家歌剧院指出 音乐剧《Once,爱时唯一》是改编自2007年同名音乐爱情电影 曾经爱时唯一讲述一名失恋的都柏林街头艺人 心碎的歌声吸引了年轻的杰克女孩助益 他们透过音乐诉说着爱与诗曲 毫无保留地唱出浪漫脆弱忧伤和甜蜜 深刻诠释出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的遗憾 歌剧院表示不仅电影票房获得佳绩 主题曲《Fallin' Slowly》荣获2008年 奥斯卡最佳电影原创歌曲 2011年改编成音乐剧在百老汇上演 隔年就获得东尼奖11项提名 并拿下最佳音乐剧 最佳音乐剧剧本等8项大奖 2013年登上伦敦西区 之后十年间巡回墨尔本 雪梨 首尔 多伦多 都柏林等地 深受世界各地的音乐剧剧迷喜爱 万斯 爱是唯一的浪漫氛围 弥漫整个歌剧院 欢迎会弹奏钢琴 及其他的观众们 登上一楼大厅的迷你舞台 在工学社台中音乐中心提供的 Yamaha原木直立钢琴上 一盏琴异与歌喉 别忘了上传现场弹奏演唱的影片 打卡台中国家歌剧院 分享音乐的感动时刻 今年暑假 歌剧院与七七远雄刘韵 也携手推广艺术生活圈 透过经典爱情音乐剧 万斯 爱是唯一 邀请民众轻松走入剧场 近距离感受音乐剧独特的舞台魅力 享受更多的艺文陶冶业与生活情趣 记者邹志忠 台中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